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今天跟温州的美食업主红菊 是米其林一新黑珍珠一传的北京厨房 又名北京的立院封号 点一个招牌的冰烧三层肉 但是呢,我又想吃叉烧 所以点一个拼盘 这个叉烧从表面上看跟饼盛有的一比 是吧 我会这样 哎呀,一面白糖 一面芥末 这种上下分层的这种感觉 吃起来会更加舒服 白糖是在皮上化的 芥末是在底下配肉的 各式其直 皮很脆很香 我觉得它的皮比之前皮是稍微厚一点 它比立院更有烟火气息 但是立院的更加稳定 就更有那种冰的感觉 我更喜欢它皮后会更酥脆的感觉 有点像酥不腻 像有些立院或者有些店就把皮刮得太薄了 有点刻板 但是却又很标准 教科书 一个是教科书,一个是创意分 完全不一样 试试看这个擦上去 它就精选 南味最薄的一层猪腩肉 它跟立院的比,它有明显的表皮 它更有情绪在里面 立院那个像是机器 特别标准 但是立院的标准程度 确实是冠绝天下 我已经很久没有像他这样说话 没有像他这样说视频了 昨晚我们跟赞赞他们吃饭 赞赞说我十几年前说话就跟他一样 有成糖壳 细嫩程度跟大半楼没有办法比 这种脆皮的叉糙是传统的做法吗 不是 这是一种创新的做法 它有炭炒的一股香气 里面很嫩 很嫩啊这个肉 有嫩嫩的 一点纤维感都没有 所以你觉得比大半楼还差一点是吗 差了两个级别 中间隔了个玉堂春兰差不多吧 中间隔了细兰式的 哇 叉糙我觉得很好吃的 叉糙 我挑一块厚一点的 应该丙胜的要略胜一分 丙胜反而觉得它太黑了 但它黑的不是焦的黑 反正我吃过几次都有点焦苦那种感觉 丙胜的太油腻了 那倒是 太肥到油腻了 它这个感觉是刚刚好的 不油腻 再给大家看一下特切啊 哇 胡萝卜肉来了 我吃了第一块真的是画的 但吃了第二块是有点纤维感的 可能你们说跟大半楼 吃了它的均匀程度还不够好 我吃了这块还不够均匀 对 有肉的感觉 但我吃了第一块薄一点那块 真的是化掉了 肉瘦的部分都化掉了 有股炭烧的味道 在一个商场里面很难做到这一点 大半楼也有 然后在炭烧外面还包裹了一层花香 花蜜香气 这是它最难得的地方 完了 欺负我没吃过大半楼 真的 你吃过是吧 无法对比了 有吃过叉烧吗 我没有吃叉烧 我那天吃了蟹 吃了蟹 检验粤菜经典的古老肉 酸甜平衡 用酸拉出来的甜味 用的猪井肉 菠萝的味道穿透了这层脆壳 渗透到了猪肉里面 猪肉里面有股酸味 对 很自然很和谐 它不是割裂的 嗯 我这一块吃到一点猪的味道 对 我也吃到一点猪的味道 猪的味道 我不用觉得 有一点 但是被酸给它 骗过去 就有点那种骚气的味道 这是为什么 是冻的肉 冷冻猪 冷冻猪 可能他们追求用进口 对 黑毛猪什么的 其实这种时候 并不一定有国产新鲜猪好 但是国产的品控更慢 嗯 对 国产品控更慢 我在香港的立院 吃冰烧三层肉 也吃到过猪肉 猪烧味 立院经常有这种问题 嗯 招牌的玻璃乳鸽 这皮就像玻璃一样薄脆 现在正价已经涨到八十八一只了 比新鲜猪还贵 现在工作日中午的特价是五十八 我吃到很厚的松肉很细腻 肉也化 嗯 芝士是够多的 嗯 都丰富了 嗯 我觉得比 新鲜猪要好一些 可能是我更喜欢这种感觉 嗯 整个乳鸽吃下来 一点都不柴 对 对吧 没有一点鲜味感 你在别处的乳鸽很少能吃到这样子的 对一定的 它真的是够 鸽鸽小 嗯 胸肉很厚都不会有渣 嗯 它的胸肉确实克服了那种猪肝味 嗯 不会粉会渣 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在新鲜鸡的脆皮乳鸽之上 嗯 这道呢 是我以前来就很想点的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志同道合吃鸡的朋友 生烧麻香清远鸡 我吃块靠屁股的位置 会挑啊 鸡汁中就是可以吃原味的 它的脂肪比例系列程度 我蘸了这个鸡汁 影响了这只鸡的味道了 我再原味吃一下 尽量不要让皮蘸到它的汁 不然皮就不脆了 哇 它皮也很薄很脆 这个等于你点一只大只乳鸽来吃了 嗯 那乳鸽和鸡鸡你更喜欢哪一个 好难比啊 都要 要吃鸡背 吃鸡腿不好吃的 吃这种鸡背肉很薄 有皮 你吃 这种鸡鸡 花雕砂锅盐鸡 这个是红橘香点的 我一看乌漆骂黑的 我都没什么胃口 试试看这个用乌鸡做的盐鸡鸡 撒点黑松露就更没胃口了 然后就更有趣了 试一下 嗯 我觉得这款有意思 它不完全是严绝那个味道 它是好吃的 但好吃的有点奇怪 嗯 这可能是我人生第一次吃不在汤里的汤里的汤里 但是又很靠心 又充满了兴趣 嗯 这是一种让人难以忘怀 难以走出来的一个迷幻 它有个酒香 嗯 又不像花椒那么明显 又不纯 嗯 有点像药的味道 嗯 它盐鸡的味道呢 也不是很有盐鸡的味道 但又不是那么突出 但是它鸡有鸡味 所以这道菜好吃得很迷惑 是一道必点鸡 必点鸡的吗 对 因为它确实能给你想象不出来的味道 你不能说它好吃到什么程度 但是它是突破想象的创业 是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我下回不会点 对 试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我会建议谁都试一吃 嗯 我觉得像这种 脆皮吃的更有满足感 更脆更香 也是经典的蒸凤爪 我觉得这酱挺好的 嗯 酱 酱 酱 香 酱 酱 香 嗯 也入味很透 皮的那種景彈感弱了 但是嫩滑感強了 總體還是不錯的 至少領先市場大部分的方丈 黑松露野菌貢菜餃 我已經聞到黑松露的味道了 它旁邊一咬 黑松露很香 它用這個黑松露醬 裡面的各種雜菌 很脆 這個包還是不錯的 非常利圓 可能比利圓做得還好一點 我覺得比利圓做得好 它的皮做得更好 鮮蝦蟹肉龍蝦湯包 因為這個我經常來吃 我就不點了 皮有點已經那個了 應該一上來你就趕緊吃 我們拍照耽誤了 燙還是很燙的 然後龍蝦還是經典的龍蝦味 所以放在這個碗裡它就可以糖二黃之的把皮破掉了 是嗎 它濃郁程度比泡飯要濃 我都聞到這股龍蝦湯的味道了 這好像是花椒嗎 對還有一點花椒 這個是很經典的利圓餐 對 貴妃海鮮湯泡飯 它現在都不叫龍蝦湯泡飯 對以前叫貴妃龍蝦湯泡飯 它的兩種米 脆米跟普通的米 改的量是差到好處的 層次剛好 對 吃一道經典的菜品 這個無需追溯 這脆米泡了很久 依然還脆 專門炸得很厚 原味酸奶酪 羊汁甘露 黑芝麻雙皮奶 我覺得這個黑芝麻好 黑芝麻香 它不是雙皮奶 它是薑狀奶 對它是薑狀奶 這個薑味很濃 這個又虛假宣傳 但是味道還可以 它應該改個名字 是吧 哇這個好好吃啊 這是我吃過的 可能是我吃進去的第一個雙皮奶 我是吃不了雙皮奶 我覺得奶味會很清 這個一點很不清 因為有薑 因為它是薑 它變成薑狀奶 你喜歡薑狀奶 這頓飯不是我結帳的 所以最後不知道花了多少錢 看他們的點心單 價格也不算貴 328 48 58 工作日 還有一些特價的菜品 我是對美食充滿好奇的 無所謂 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 歡迎點贊評論 關注轉發 對我的成長非常有幫助 謝謝大家的支持